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向塞福丁公开道歉 诉讼是达至挺外和解的 那么塞福丁今天在另一场记者会上被巡集此事时就回应说 索莱达如今向他公开道歉 这清楚表明索莱达之前的言论是具有诽谤性的 目的就是要损害他的个人声誉 塞福丁指出这对所有政治人物来说是个警惕 那么同样是在法庭福利中心 Ruma Bonda创办人C.D.拜农 就因为疏忽照顾和虐待唐氏综合症13岁少女贝拉 而于今年的5月被法庭宣判 监禁12年 当时C.D.拜农的体重大约是150公斤的 那么来到今天 他入狱大约也有半年了 他在今天就到了吉隆坡高庭出席上诉的审讯时 就被媒体发现身形相比入狱之前是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身形是小了好几圈的 那么据了解半年的牢狱生活就让C.D.拜农 从之前的150公斤 暴瘦至如今的90公斤 这一位C.D.拜农半年来 平均每个月是瘦了10公斤那么多的 接下来我们换个焦点 全国总警长拉沙鲁丁就指出 政府要求引渡蒙古女郎阿尔坦度亚诈尸案的死刑逃犯 也就是前特警西路回国的申请恐怕不容易 原因是澳洲法律不允许遣返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他今天在吴加曼警察总部出席活动之后 搜寻时就指出 引渡必须符合两国共认罪行原则 然而澳洲的法律并没有死刑 另一个问题则是我国虽然已经废除了强制死刑 但西路已经被判刑 所以有关的裁决依然是有效的 无论如何他说如果西路有意回马 他可以亲自或是由代表律师向我国的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重新检讨其罪行 那么他还说至于此事涉及大马和澳洲的政府 因此遣返的申请将会由中检察署去处理 但澳洲的政府或许不会配合 至于内政部长赛夫丁也坦言 引渡西路回国确实存在难度 只有在西路通过律师提交检讨申请 从审后确认更改死刑的判决之后 两国才能够启动引渡的程序 换个焦点 早前不是有报道指不少的国人 如今是选择到泰国去旅游 都不去扶罗交易吗 这似乎也让与泰国接壤的玻璃士 看到另一方面的机会 那么玻璃士的王储端姑塞飞祖丁就指出 徒邀节四天廉价期间 成千上万的国人就到泰国去观光 玻璃士州内的这个两个关口 也就是玻璃士的巴达布萨 以及王克莲也比平日更加的忙碌 他指出如果这些游客 能够在玻璃士州内停下来 吃喝购物添油 在祈祷期间为新珍寺捐款 甚至在玻璃士州内过夜 那么当地的这个社区 就能够享受到经济的效应 坦说2024、2025年 是玻璃士州的旅游年 王储就建议带团到泰国河爱 或是泰国南部地区景点的 国内旅行社 巴士或是相关的客户车公司 能够在玻璃士州内的景点 做短暂的停留 协助带动玻璃士的旅游业 王储也希望 玻璃士以及泰国边界的 这个管理机构 能够改善以及简化出入境的文件流程 以便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 前来玻璃士观光消费 另外 王储也希望所有的政府机构 私营部门 当地的居民和各方 都能够做好配合以及准备 包括确保良好的基础设施 保持清洁 而旅游业者也要改善各自的产品设施 来迎接游客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您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